二二八三天廉假 景点区民众外出踏青 当时还不是所有人都戴上口罩 而现在又传出 燃疫军舰官兵廉假期间 可能就曾下船活动 敦目舰队27人确诊 更难解的是回追感染源头 2月21号登舰做准备 3月5号出发起航道帛琉 期间停靠四天时间 有机会在当地被感染 但最新讯息平面媒体报道 二二八廉假有官兵下船 这可能也是感染途径之一 你如果看时间呢 其实他在台湾是非常久 他在帛琉只有三天 所以完全照几率来推测 他在台湾感染的可能性 不会低于帛琉 虽然目前只看到30个个案感染 可是说不定其实不止30个 抗体整个塞疫检出来 就知道答案了 不排除抵达帛琉前 就已经有人感染 而在船上才发病 磐石舰将全船抽血验抗体 个案数可能还会再攀升 这一波是等于是一个 比较有可能形成破口的一波 那如果是台湾的话 其实就代表台湾 还是有人在感染波病毒 社区里面还是有很多微爆弹 用最复杂的案子来形容 均见染疫官兵下船趴趴趴走 关键时间序列每天都在改变 到底何时下船 去过哪都要逐一清查 怕这段期间社区已经埋下 未爆弹 三天新闻联遇者曾家轩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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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